魅兰6T深度评测 2018年初魅兰推出旗下首款全屏手机魅兰S6 没有跟随市面上全屏手机常见的背骨指纹设计 而是使用的侧面指纹让该机首发当天就在各大网络平台取得了单品销量冠军 随之魅兰继续推出了魅兰E3使用全面屏继续沿用侧面指纹 搭载骁龙636soc 相机则使用了索尼的MX362加MX350 CMOS 凭借其外观、性能、相机等亮点同样取得了不错的销量佳继 5月29日魅兰发布了今年的第三款手机魅兰6T 该机采用18比9比例屏幕设计搭载MD6750 使用后置指纹试得没错 这是魅兰首款采用背面指纹的手机 另外魅兰6T的背骨采用了1400加双上头 而且最重要的是该机在售价方面做到了799 魅兰6T采用了MT6750CPU 屏幕为5.7英寸1440x720 运行内存是3GB或4GB 存储空间是32GB或64GB 控制上头1300MX278加200万像素OV 13855像素双镜头 前置上头8万像素 人机交互有 背面指纹识别 人脸识别 充电接口是MicroUSB 电池以及充电是3000环式电池551.5A 操作系统强了Flyme 6 三维尺寸是152.3x73x8.4毫米 重量为145g 颜色有钥匙黑 相比镜和山红红 魅兰6T提供钥匙黑 香槟金 珊瑚红 三种配色 拥有3GB内存 加32GB存储 4GB内存 加32GB存储 4GB内存 加6GB存储 小编本次评测的是 珊瑚红配色 3GB加32GB版本 魅兰6T包装采用与魅兰相同的设计 仅包装标注为型号不同 魅兰6T的包装背面为手机简单参数和厂商信息 魅兰6T使用了一块5.75寸屏幕 纵横比例18.9持目前主流的全面屏设计 算下来 这是魅兰第三款采用全屏设计的手机 与大多数18.9比例手机相同 能够在观看视频和游戏时 有着更宽的显示面积 正面顶部为指示灯 听筒 传感器 以及前置上头 魅兰6T的背部 采用了聚碳酸质 一体成型机身 是一种我们非常熟悉的材质 但魅兰6T配色 使用了航空汽车领域 供应商提供的涂料 让手感更为细腻 再以圆润平滑的机身四角 贴合掌心 把重量给控制在了145克 即使是手小的用户 也能够单手握持 魅兰6T的背部因子谈略 视觉上还是规整 特别是指纹按键 使用金属包边 摸起来具有质感 与背部材质过度自然 不会让手指产生割裂感 直断一提到是 为了美观魅兰6T的机身底部 为对称设备 这样看起来更加的简洁有序 在SOC方面 魅兰6T搭载了MT675 它是一颗八核心处理器 规格是八核A53 最高主屏为1.5G核子 GPU为T860MP2 最大是4GD内存 球晾通CAT6 对于魅兰来说 MT6750并不陌生 比如魅兰5 魅兰6都搭载了这颗SOC 相信魅兰本次会有不错的优化 魅兰6T的相机 在这个价位特别的给力 背部使用了双摄1300万加200万像素的双镜头 主摄使用了索尼MS278 RGBW四色承感器 RGBW承感器可以通过在绿色镜上 增加无色滤镜区域 让CMOS接受更多的外来光线 从而增强暗光丑相 以及多深降噪技术的加入 也在软件层面上保留了更多的暗度细节 增强弱光拍摄体验 魅兰6T的1300万像素主镜头 负责取景和对焦 200万 不上头是负责测距 从而带来硬件机的区画 可以呈现层次分明 边缘清晰的区画成像 魅兰6T从5%开始充电 连接WiFi 不插卡10分钟记录一次 共耗时135分钟 总结 外观方面 魅兰6T配备了一块5.75线显示屏 使用了18.9比例 背部则是使用了聚碳酸准材质 配色使用了航空汽车领域 供应商所提供的涂料 让魅兰6T拥有相当细腻的手感 加上5.75线屏幕 单手即可操作使用 在性能方面 魅兰6T搭设了MT-67508核处理器 这款SoC可以说是魅兰的老朋友 经过几代打磨 如今性能方面表现稳定 特别是功耗方面 完全满足中度用户的日常使用 魅兰6T深度评测 魅兰6T深度评测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变发 适量 北边 赛链 这里 颂質 中心用养 以后再评测 额 压力的颜色